好 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接着呢带您来看在今天的晚报的最新的讯息啊 在这边有几个重点的很快为观众朋友来读一下 好 第一个呢就是刚刚我们在谈的 这个今天晚上呢 李登辉跟蔡英文两个人呢会一起坐在一块啊 这是一个台联的募款会 那么但不受起诉的影响 所以李登辉今天还是会跟蔡英文见面的 而吕秀莲前副总统呢 他也说两位本土总统卸任后都被起诉 这是台湾人共同的耻辱 应该要严肃面对 好 再来说到陈水扁呢 日前他曾经啊 他有爆出李登辉呢 有汇款新加坡汇到那边去十几亿 那么特征组呢要继续来追这件事情 那么李登辉目前是战备列入特查案 而洗钱罪的被告 那么特征组不排除在时机成熟之后会传讯李登辉 因为在上一次约寻李登辉的时候呢 并没有谈到这个事情 所以呢可能接下来有必要的话 会针对这个事情呢 再约寻李登辉前总统 好 我先来请教一下光启 是 呃 陈水扁当时候告发这个李登辉的时候 就特征组所接到的资料 他们说那个资料是非常的详尽 嗯哼 他们怀疑 因此怀疑说是那个是叶胜茂提供给他的 嗯 那我们说那个纸袋里面装的是2002年的 拱案洗钱报告 是 正式名称是这样子 那里面就涉及到了就是说阿扁指控 就李登辉贪污 他是用这样一个字眼 其中的金额是从1995年1月起 汇往海外到2001年1月 他所有共汇了5100万美元 这个金额是由95年到01年这样子结算起来的 那他用了5个人头账户 啊过去我们在探讨说谁又是谁 谁又是谁户 谁又是谁的司机 但不管怎么样后来减掉 就5100万美元 5100万美元16亿里面的 对不对 16亿里面的 就是后来他约谈了一位叫陈贤宝的 那这位先生 因为就不用讲太细节了 这位先生他讲说 这个是给李登辉的政治现金 意思就是又用政治现金把它糊掉了 那我要讲究不管是这个钱 他洗出去 这个现金本位或是我们讲的 就是钱的这个本位是从 有的是新瑞都 或者是有的是从国外秘藏 或是由回馈金这边来的 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大水库 那今天你这个操盘手一被 这个攻破的话 犹太印被攻破的话 这就是我跟辉文毛毛的原因所在 你那个财务长 你那个整个操盘手 你整个洗钱的这个总指挥 你一被攻破的话 太多案子会连环报 我这边讲就是说 刘太印那先前有阴暗在身 新瑞都案子 结果他当庭跟这个 苏惠珍对指的时候 苏惠珍在旁边听 扯出来有几个部分 那有些部分是我补进去的 第一个 在整个案子里面 有个民生建设基金 就是当初刘太印做大掌柜的时候 他有帮一些兼美啊 那些 阿萨布鲁就是 垂垂啊 这个 有点需要输困 要倒掉这些 财务上比较吃紧的 对他帮他们输困 全部汇入这个民生建设基金 嗯嗯啊这个钱呢 哪里去了 是给了这个 未来的后来的这个大选呢 作为这个所谓的选举经费呢 还是怎么样 这第一个 那我刚刚一再提到 党主席 他有个主席专户 这个叫主席业务专用账户 我今天是没有党 是每个党都有的吗 没有就是国民党啊 国民党有党主席专户 党秘书长专户啊 你看到那个宋楚瑜 当时后那个下场 多么凄惨 你现在知道 如果在报这个 党主席的这个专户 他这个正式名称 主席专用账户 这个钱呢 交代清楚了吗 你以前会打宋楚瑜 你自己交代清楚了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讲说对质场面 新锐都案 这个我们太会好不提 新锐都案 这个苏惠正当时候 讲说当时候这个 对质的时候 刘泰影是说 奉主席指示 好我们今天说 国安秘葬是奉上级 上级是讲的 那个是总统 今天 李德惠过去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身份是 国民党党主席 今天太多案子 牵扯太多钱 如果都是要吵到上级说 又是奉主席指示的话 那这个钱呢 另外一个中广 够低案 我们都知道这个 这个要失诚就最清楚了 以前他在那边上班 这是一个建卖案 现在还在 建卖案了 卖出去以后 不是让某个建商获利了以后 对方 背了三亿元的回汇金 回给你国民党 那这个钱当时的媒体报导是 也留到台中院 你这些钱的下落是如何 我相信我后来又刚刚又在 趁这个空隙里面去整理很多 过去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资料 我相信这个零零种种 这个堆出来以后 或可去跟阿扁的那个资料 稍微接近一点 但是心里比较踏实一点 不会再毛毛的了 好 失诚 那所以呢 当然你可以针对光琴的部分 补充一下 而且我们也很好奇 就是说我们之前过去 在一直在谈扁案的时候 我们就说好 一个一个爆开来了之后 那那些钱 如果是被A走的 被摊掉了的话 你能够追回来 觉得多少呢 那现在如果说 真的是李登辉前总统 又被爆出一个又一个的案子的话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一个国安秘账 那当然大家就关心就是说 那摊走的钱呢 要的回来吗 我可以跟你讲结论吗 可以 要不回来 现在我跟你讲 其实那时候 国民党在2000年败选之后呢 后来有人去接那个大掌柜 我不要说谁 一看国民党那个账 就差一点当场昏倒 大家想象国民党很有钱 加大业大 就发现原来是个空壳子 被掏得差不多了 包括那些地啊怎么样 在2000年前 几乎都处理掉了 那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到底这些钱 到底到哪里去了 那我不想做指控 我觉得应该要好好的查一查 那时候所以我们立法院洪秀珠说 有些事情政党轮替前 任何轮替后 现在是不是应该有的东西要查一查了 那查一查就要查到李登辉啊 那总不能查唐湘龙嘛 对不对 那一定是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就说 刚刚这个特别听到 光景听到2002年的洗钱报告 那是叶胜茂的 我想请问一下辉文 调查局长做完报告之后是拿给总统归党吗 其实还有另外两个单位 一个是国安局 一个局部 然后如果有犯罪行为就不用追吗 就没有吗 就被压下来 就被压下来吗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嘛 就是你说你要政治解释啊 就是就是刚刚辉文讲的 你没有去追李登辉的这些事 你明明吵到他的犯罪行为 你没有去追 你放的然后自己去挨钱 然后最后 人家来董事说 我如果算机你要质一质 没你会怎样 这是谁要做这份操作 我说这个是陈一扁 double对不起我们台湾人民 除了自己A之外 前朝的东西你也没有追 害马英九现在一个人追两个停泪啦 好吗 这个 晚报学这个字 其实我有点预料到 因为那个五个随户 什么陈国胜那个 那个早就问过了 然后刚刚光琴讲到那个 什么陈叉叉那个 已经弄到拼了 所以那个要突破有困难 洗钱那个部分真的有查 已经问过笔录 可是没有结果 第二个就是说 大家发现在案子里面 有两个很好玩 就是说 刘太益他还钱了 他不是中间A的 四十几万美金吗 还掉了 然后台中印也还钱了 所以主持人就很好玩 就是说 我今天偷了光琴的钱 抢了光琴 或是贪污了他的钱 然后后来被你们判断 诶 陈辉文你欠黄光琴一千块 我说光琴我一千块还你 那表示什么 表示你当时真的做这个事情 要不然你干嘛还 对 如果真的是应该说 真的是应该资助台中院 或资认真的应该归 刘太益所有 你还干嘛呢 所以主持人我最后讲一下 这个光琴提到这个 刘太益的角色 我是希望 我现在以下讲的是 做梦啦 就是说 希望刘太益能够真的做污点真人 真的做污点真人 这案子还有一点希望 那应该是把他收压起来说 你有要讲吗 你没要讲你就继续关了 因为刘太益是关于国的人 对啊 关于国人是很怕到回去关的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心有余悸 讲到要死关了 几个月讲到要死 你现在又要关了 我就是七老八十还是 那刘太益如果愿意讲一些的话 那就是马总统该出手的时候 或说 黄世民总统说 那你转污点真人 我给你特色大色的保证 这以上是做梦啦 虽然是做梦 但还是要讲 如果是真的话 好我们休息一会 今天晚告马上回来